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当场尴尬地笑着 而陆毅呢?不言语 也没有因为父亲的玩笑生气 只是一脸玩味地看着惊吓的反应 一副看戏的模样 杨成万看出惊吓的尴尬 替他解围道 老陆 你打我徒弟主义 可不地道呀 陆婷哈哈大笑 继续道 肥水不留外人田吗? 咱们这也算是知根知底了 你说是不是呀 老杨 杨成万知道 陆婷并非愿意开玩笑的人 他能够当众如此说 自然是心中也有意 他又看了看惊吓 看见惊吓脸红红地 站在大洋旁边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他望了一眼陆毅 发现陆毅正在试探性地看着惊吓 丝毫没有不悦的表情 那一刻 杨成万知觉得脑袋嗡的一下 看来这陆一果真对惊吓有意 杨成万看着陆婷 笑着道 老陆 你别逗馅儿了 你看把孩子吓得 陆婷笑呵呵地道 小元 等你真的嫁不出去了 或者你真想嫁 你就过来找我 我给你做主 惊吓只能尴尬地回复道 谢谢陆董 待他回复完后 他又恨不得打自己两巴掌 谢什么谢啊 弄得像自己真想嫁似的 惊吓偷偷地看了陆毅一眼 发现他一直在看着自己 看他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惊吓便觉得气啊 他跟个没事人似的 弄得自己好尴尬 杨成万继续替惊吓解围 对陆婷道 快尝尝育儿考的针鱼 你不是最好这口吗 陆婷接过考针鱼 笑着道 你的儿子真是好样的 性格好 又孝顺 杨成万无奈地摇了摇头 道 爱 从小就喜欢研究做吃的 还真是和他妈妈很像 遗传基因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服都不行 杨成万转移了话题 陆婷便也不再继续逗弄惊吓 惊吓逐渐地从尴尬的场面之中 解脱出来 因为这次的玩笑对象 是惊吓和陆毅 在场的其他人 自然也是不敢过多的调侃 你看陆董怎样调侃都行 其他人怎么敢拿陆毅开玩笑 现场众人不敢继续开惊吓的玩笑 大家便开始转移了其他的话题 这便也是大家不喜欢在陆家别墅聚会的原因所在啊 不能表现得太拘谨 要让陆董觉得大家都很放松 也不能表现得太放肆 不能让陆董觉得大家没有礼貌 要合理地掌握度 其实对大家而言 这场消遣聚会挺难的 两个老狐狸的心思 陆婷看了看杨成万 低声道 所以我才特别喜欢小圆呀 你看那小姑娘 什么时候愁眉苦脸过 我家那小子不行 整日黑着脸 我这不想着综合综合 换换基因 杨成万不悦地道 打住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别乱点鸳鸯谱 陆婷道 怎么叫做乱点呢 我分明觉得这两孩子互相有益 杨成万道 我怎么没看出来 别开玩笑了 玩笑多了 流言蜚语变多了 陆婷道 你倒是挺护着这小丫头 怎么 我们陆家还配不上她 杨成万道 这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 这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自古讲究门当户对 一定还是有道理的 陆婷道 我说你呀 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怎么古板 我都不在意这些 你怎么还在意这些 杨成万道 你不在意这些 你怎么不让陆一曲那个 徐氏企业的千金 徐董可是暗示你很多次了 陆婷道 那能一样吗 我陆婷的儿子 能给别人倒插门 我宁可不要这陆氏 也不接受低人一等的商业联姻 杨成万道 这不就得了 你怕陆一低人一等 我还怕夏儿低人一等呢 陆婷道 老杨 你套路我 这两者性质不一样 你别混淆视听 杨成万道 我看就一样 陆婷道 这件事情你说的不算 杨成万道 你说的也不算 陆婷道 咱们且走着瞧 今夏看星星 对今夏而言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两杯酒不能解决的事情 就像刚刚 明明他觉得很尴尬 尤其是陆毅的态度 让他觉得很迷 陆毅的眼神 让他有些心慌 可是 当几杯酒下肚时 他便觉得 一切都是浮云 其实 以前来陆家别墅聚会的时候 今夏都不会喝很多酒的 毕竟在领导面前 失态可不是明智之举 可是 今年的他 却因为陆董的玩笑 让他内心深处产生了涟漪 唯有通过酒的作用 来逐渐降低自身内心的心虚和恐慌 待烧烤宴会结束后 陆婷和杨成万便回到了主别墅内休息 大家帮忙收拾了现场后 便纷纷来到陆家的客房别墅内 在这里面可以继续狂欢 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轻车熟路 每年都是这个套路 接下来的环节是属于这群年轻人自己的 可以自由支配 大家在客房别墅的大厅内嗨歌 这是陆婷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消遣娱乐环节 客房内还帮他们背上了自动麻将机 相关设施绝对齐全 金夏不喜现场的烟味 但是他却从来不会说出口 他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 便去要求别人为自己做出改变 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 便要求别人去迎合自己而做事情 这也是金夏一向招人喜欢的原因所在 他深深懂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金夏喝得有些上头 因为要逃避这些烟味 便往楼上走去 他发现这栋别墅最上面有个天台 从天台上望去 能够看见满天的繁星 天台被精心装修过 放置了一个圆形的茶几 还有四张舒服的沙发椅 金夏有些晕了 便坐在了沙发椅上休息 欣赏一下美丽的夜空 貌似这感觉也不错 片吻得来了 陆毅看着金夏往楼上走去 看着他东倒西歪的样子 略有些不放心 便偷偷地跟随着他来到了天台 你倒是会找地方休息 陆毅坐在了金夏旁边的椅子上 调侃道 陆总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金夏听到陆毅的声音 喜笑颜开 或许是因为有些醉酒的缘故 金夏不再娇羞紧张 这是我家 我为何不能来 也是哦 这是你家 你来这里干什么 陆毅问道 我来看星星呀 你看这星星多漂亮 金夏突然间站了起来 为陆毅指那些漂亮的星星 可是金夏却撞到了沙发的扶手 险些摔倒 陆毅条件反射的出手一扶一拉 金夏便被陆毅拉到了他的腿上 金夏吓得立刻想要起身 可是却被陆毅用手智固住 让金夏一时间动弹不得 金夏抬头看着陆毅 想要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金夏本来想要质问陆毅 可是当他抬头时 正好看见了陆毅俊美的容颜 那一瞬间 金夏愣神了 陆总 你长得真好看 因为醉酒的原因 金夏开始口不择言起来 哪里好看 陆毅试探性地问道 这眉毛好看 这眼睛好看 这鼻子也好看 这嘴 金夏一边摸着一边笑着说道 可是当金夏摸到陆毅的嘴唇时 却突然间黑黑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陆毅问道 这么漂亮的嘴唇 居然被小爷亲过 想想都觉得美 金夏醉了 他是真的醉了 若要是他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话 估计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有什么感觉 陆毅盯着金夏问道 感觉 一次是我喝醉了 一次是在水里 我都不知道什么感觉了 金夏委屈兮兮地道 那你再试一次 说不定就能想起是什么感觉了 陆毅套路地说道 对优 金夏立刻赞成道 金夏抬起头 逐渐地向陆毅靠近 我们很具体感觉